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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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多人觉得外籍军团是应该是一个大熔炉也好 是一个地狱也好 非常恐怖 但是对于我来说它就像一块细铁石一样 所以我就勇敢的把自己的护照递了进去 后来在那个蓝眼睛的见识之下进去了 那么新兵在第四外籍军团待大概四个月的时间 才会获得我们外籍军团的那顶白帽子 成为一名真正的外籍军团士兵 很多时候会有一些超出我们想象的训练 就比如说那个教官真的会在我们身体上方开枪 然后你忍在下面这样爬着 你总会想万一我在我爬的姿势不够低 万一我爬的时候突然间一抬头 这个时候会不会就被爆头 这几个月的时间可以说在那个地方是经历的风风雨雨 很多志愿者也是在这个阶段里面主动放弃的 但是我心里非常非常小是因为我发现我原来这么强 原来比我个的高很多 胳膊比我粗很多的人他们都挺不过去 我都能挺过去 的速度更快 我觉得我找到了我个人的价值 就是他通过和战友的对比能够能够直接反映出我个人的素质 给我增强自信 这又离我小时候想成为一个强大的人的那种形象更近了一些 成为特种兵其实也是机缘巧合 我觉得我我人生中的这个经历确实实是真的是 呃 你花任何代价 你花什么东西都都换不回来了 这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我觉得精彩的一段人生 实是我非常精彩的一段人生是值得我值得我回忆的 我我现在在做军事文化的节目吗 军事文化节目其实是这样 我我特别喜欢军事我不希望我学的那身武功 我的经历就随着我离开军队之后就消声匿迹了 我可以把我的经历把我的知识分享给更多的人 同时也是激励大家有一个成为强者 要上进利用军事的这个军事文化这个平台 来使更多的人对军事产生兴趣 呃 去外级军团呃 其实让我明白很多很多方面的道理 它不是说我作为一个强者 我一定要通过自己在战场上去消灭所有的对手 或者我在工作中我要超过所有的战友 它不是这么一回事 世界应该是一个完全大同的应该是 是大家都信心共享信息共享 应该大家都是朋友这种这种状态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我们相互了解之后 从普通的战友变成朋友 然后变成伙伴 生活中也是也是也是伙伴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这这这这才是真正的强者 强者是相互之间是相同的 这十年的外籍军团的经历 对我来说就是 在日后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我都有能力去克服他 因为我已经是强者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